棉花堂的行李箱 云朵 我要在海南住上一周的时间 你带着棉花堂来这里 我们一家人做个假怎么样 那当然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你猜蓝天爸爸要我们去做什么 不都说了 要我们去海南吗 你都听到了 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爸爸说完那么大声 当然听到了 是你把耳朵故意梳起来听的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当然是订飞机票 人小鬼大又被你说中了 好了 我们明天出发 去海南见蓝天爸爸 棉花堂 我们约定一个事情好不好 好 我们的棉花堂已经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这样的话 你要带的东西要自己整理 自己打包行李箱 没问题 妈妈提醒你 你自己的行李箱应该自己提着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了 应该开始学习自理和独立了 收到 你懂妈妈 放心吧 我一定能行 我一定能行 嘿 衣服 有点凭剪 没有 记得 没问题 那会机器 懂得 它就变ap ính� 你怎么回事 妈妈 我的行李箱装不下了 能放在你的行李箱里面吗 不行 棉花糖 我们可是说好的 自己的东西自己整理 你的东西不能放在我的行李箱里 那好吧 我明明没有放罐头 怎么又出现两瓶罐头 苗花糖 是不是你昨晚放进去了 不是我放的 不是我放的 这么说 是罐头自己长了腿脚跑进我的行李箱来的 要是那样的话 两瓶罐头就得扔掉 不然它乱跑可怎么办 不能扔掉 我喜欢吃 一定要扔掉 而且以后都不能买了 太恐怖了 不是我 是我 是我 是我昨晚放进去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行李箱放不下了 可是我又想带着罐头 因为我喜欢吃 所以 棉花糖 我们这次是要去做一个短期旅行 那么行李箱中就放一些我们每天的必需品 比如几件换洗的衣服等 在外面不必要的东西就不用带了 比如你爱吃的罐头可以回来吃 也可以在路上买到 就不用带了 对不对 这样你的行李箱要尽量减少重量 因为出门旅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麻烦别人 你看我的行李箱 还有很大的空间 就是因为我只带了必需的东西 所以没那么重 路上也就不用麻烦别人帮忙了 难怪昨晚我看见云朵妈妈的行李箱中还有那么多空的地方 我记住了 只带必须的东西 你们俩在家乖乖的 我很快就回来了 这是真正的 接着 看看小苹果 我的新颜色是不是棒极了 我还要看你的新颜色 等一会儿 棉花糖 等我换完长颈鹿以后 我再好好看你的新颜色 等等再换 新颜色多好看 你喜欢的话我帮你一条 你的画就能更漂亮了 棉花糖 你就是 我不记得新颜色怎么调了 你陪我 要不是你看我胳膊 我也不会弄翻眼亮盒 我的长颈鹿也歪了脖子 还哭鼻子了 好朋友怎么会吵得这么凶 我们不是好朋友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老师都知道了 棉花糖 我有一个画画作业布置给你 给小苹果画一幅肖像画 棉花糖 你已经盯着画板看了很久了 怎么不画画 月牙老师 让我给小苹果画笑笑话 可是我和他吵架了 原来是这样 可是小苹果不是故意的 再说你不拽他胳膊 颜料盒也不会翻 你应该向小苹果道歉 你们是好朋友 我才不要 小苹果根本没把我当朋友 怎么会 你想想 小苹果帮助你的时候多么无私 朋友之间是要相互体谅的 你对着小苹果嚷嚷 还指责他 小苹果该多伤心 妈妈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去找小苹果 给他画一幅最漂亮的笑笑话 小苹果 小苹果 我想给你画不像笑话 不是 棉花糖 我得去上钢铁课 马上就得去 快迟到了 小苹果不原谅我 妈妈 小苹果跑掉了 他是不是有别的事情要做 他说要去上钢琴课就跑掉了 真是急性子 棉花糖 要相信你和小苹果的情 耐心等等 妈妈给你们做饼干去 棉花糖 我下课有点晚 画画还来得及吗 那就开始画吧 棉花糖 你想画什么样子的我 怎么看呢 这样还是这样 孩子们 饼干出炉了 快先来吃点点心 谢谢云朵阿姨 棉花糖 和小苹果分享饼干和果汁 这可是属于好朋友的美食 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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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记忆力可真好 吃完就开始吧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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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